今天我们要带来的故事是 聊斋系列的故事叫做郭秀才 郭华是一个年轻的秀才 平常除了读书最喜欢交朋友跟朋友聊天 有一天他又跟朋友谈得尽情有味 一直聊到夕阳西下才想起该回家了 为了赶在天黑之前回到家 他特地抄近路走捷径 没想到却在树林里迷路了 林子里已经暗下来 四处又静悄悄的 郭华又急又慌 他可以清楚的听见自己的心跳和喘息声 这一是哪里啊 完了 天这么黑 我哪都看不见 森林里 会不会有凶猛的怪兽出来咬我啊 好冷啊 又好饿啊 就在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 郭华突然听见远处有人谈笑的声音 他高兴地拨开又深又密的野草 循着声音走了过去 啊哈哈 哦 哎你这笑话讲得太好笑笑死我了 我都没听过这么好笑 来来来 先喝酒先喝酒 待会聊待会聊啊 大家又是喝酒 又是说话 把酒言欢相当欢乐 不一回啊 他听看到了这些人 大约十来个人 围坐在地上喝酒谈天 他从来没见过这些人 心里正觉得奇怪 哎 死灵灵 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围在这里啊 我先看看 说不定我还可以跟他们一起聊天 拒绝 不然我一个人也真是太害怕了吧 他心里正觉得奇怪的当下 有几个人先看到他 很热忱地招呼他一起坐下 一坐下 郭华就赶紧向他们问路 哈哈 呃呃 大家 你们好 我叫郭华 呃 我想要请问一下这里是哪里啊 呃 要走哪一条路才可以离开这个森林啊 其中一个人笑着说 哈哈 你这人真少见 难得月色 这么好 你不坐下来欣赏欣赏 反倒是忙着改路 岂不是辜负了 这良辰美景吗 你说是吧 来来来喝酒喝酒 才说完 一个酒杯像剑一样的朝郭华急飞的过来 郭华糊里糊涂的接住了 心里却暗暗吃了一惊 因为杯子里盛满了酒 居然一滴也没剥了出来 那酒闻起来很香 喝起来更是香 加上刚刚走了一大段路 口也渴了 郭华一口气一连喝了十几杯 那些人看他好酒量不约而通的大声鼓掌喝彩 郭华有些醉了 平常爱开玩笑的脾气又发作了起来 他加上去上厕所就走进了树丛林一回 林四里传来燕子的叫声 那些人听见分分说道 奇怪这么晚了还有燕子叫啊 那不是傍晚的事情吗 这些燕子怎么回事啊 隔了不久又传来春天才听得见杜鹃鸟提神 他们更惊讶 你也言我一语的议论起来 诶 是杜鹃哎呀 好久没听到杜鹃的声音啊 你瞧这声音多悦耳啊 回到空地座下 郭华看他们那么的样子心里好得意 春他们不注意又模仿起鹦鹉的叫声说 郭秀才醉了 你们送他回家啦 郭秀才醉了 你们送他回家吧 那些人一听 你看我我看你 惊奇的说不出话来 郭华几乎都快要笑得出来 又偷偷说了一次 郭秀才醉了 快送他回家吧 郭秀才醉了 快送他回家吧 他们瞪着眼看 终于听出来是郭华在开玩笑的声音 一伙人全笑的东倒西歪 哈哈哈哈哈哈 然后每个人信匆匆的都跟着郭华选鸟叫 郭华跟那群人又笑又闹的 玩到月亮都西沉 天都快亮了 都还没想到要回家 后来有人提议 现在该换我们来露一手 来让郭兄弟开开心了 说完便走到空地中央 停止身子站稳 第二个一翻身就跳上去他的肩头 一个又接着一个 第三个第四个往上跌 跌到第四个人的时候 已经高的翻不上去了 下面的人像爬梯子一样 一个攀住一个再往上跌 没多久 十几个人就跌成了一座高耸入云的人梯了 哎呀呀 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三十四 好几十个好 十几个人 郭华看得连气都不敢喘一下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突然轰隆的一声巨响 那座人梯直听听的从空中倒了下来 顿时天崩地裂成土飞扬 郭华吓得紧紧蹲下来抱住头 过了许久 等一切声响都平息了 才慢慢睁开眼睛 他睁眼一看 哎 方才那些人 以及空地上的杯盘酒杯 到底到哪里去了 怎么都都不见了 就在这时脚底下却出现了一条 蜿蜒曲折的阳长小景 一记淡淡的天光 从枝叶间透了进来 好像刚从梦中醒了过来 郭华的脑子还糊里糊涂的 分不清是惊奇还是恐惧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就这样呆呆地站了好久 直到树林里的鸟 啾啾啾地叫了起来 金色的阳光也照得四处一片灿烂明亮 他才高高兴兴地唱着歌 沿着那条小径走出树林 找到了回家的路 这趟森林奇遇真的很有趣 你会不会也很想要试看看呢 好 这种事情做做梦就好了 如果真的发生到这种事情的话 你可能一辈子都莫尺难忘了 你说对吧 拜拜 哎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